中方韩杰来对阵篮方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马里奥托多罗夫 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 这个马里奥托多罗夫身高变化都有绝对优势 马里奥而且为了这场比赛专门做了两个月的备战 是 而且也是在这个泰国进行 通过这个战架就非常明晰的看得出来 韩杰是这个战力和MMA都打的一个选手 哦 高晓 很灵活 韩杰的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体能 到了二回合后段的时候他能不能扛住 对因为他现在的训练一定是不系统 没错吧 还有很多个身份嘛 要推广 要当场馆教练 就是没办法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博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哇 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又累 又累 对方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方的又累现在已经是短板了 对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托托罗夫现在又右手的手肘紧紧的夹在那儿保护着这个地方啊 对那个地方不光是软练还有干部对这个不管打到哪个位置都是剧痛的 而且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 韩杰继续 韩杰还是 哎 哦 聊得很准 哦 这一腿撩得太准了